星期六,以色列警方在耶路撒冷老城外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男子 这个人涉嫌被要求出示证件时,试图用刀是袭击警察 警方一名发言人说,警察发现这一名男子在耶路撒冷老城外 尾除一对犹太祈祷者时,将她是南下 这是星期五以来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打死的第三名巴勒斯坦人 警方说,一名妇女星期五在约旦河西岸试图开车 冲向以色列士兵时被开枪打死,以色列人未有受到伤害